我们马上要中元节了 这是华人最大的一个节日 这个为什么在中元节 我们这个华人重视对这个鬼道众生 这包括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鬼道 所有的还有六道众生 天人 阿修罗的 所有众生的供养和法会超度 大家知道我们地球是一个自东向西旋转的一个球体 所以整个地球外的虚空对着地球来讲 它是左旋的 刚才说的 地球是右旋的 然后这两个在旋的时候 那么有一种透明的场 就像这个玻利壳一样 这个我们人有自己的小宇宙场 外面的天地有大宇宙场 六道各自有自己的宇宙场 因为天左旋地右旋 在天地间所携带的所有生命体的场 在什么时间会发生一个断裂 7月15 就是刚好是一年的中间 7月15的时候会发生断裂 为什么 大家拧麻花 拧麻花要两个手拧 会不会拧弹 不停拧会不会拧弹 说拧了半年怎么样 啪 断了 在这中间断了 这一断了 原本是各自的自己的小场 现在断了以后 裂开以后 所有的在一个什么 大场里面 断了以后 再开始天左旋地右旋 又开始旋转 要经过这个一年的时间 到明年的7月15 再旋断一次 再重组一次 这是真正的 我们南洋地区 是现在很热闹 叫鬼月 你看一到7月1号开始 大家就开始闹腾了 就到处拜鬼 拜什么烧纸 实际上真正的是 7月15的中间那一天 前三天 后三天 总共七天 熔断七天 七天后它会恢复 七天前你拜 拜不倒 拜不到它 为什么 除非你能打开地狱门 除非你能够打开轨道门 否则你是 不能够见到他们的 不然我们人 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见鬼 但是7月里面 很多见鬼的事 对不对 为什么 它们出来了 熔断了 之前是各自在自己的空间 现在断裂了 断裂粉碎了 然后熔在一个整体里面 说是六道众生 在这个7月15的前三后三七天里面 是都在一个空间 这个时候你不用去勾招它 你不用去发这个请贴 请它上来 它自己就 你们就 我们就在同一个空间 就像我们现在在一个屋子里 它就同在一个空间里了 说这个时候做功德 做供养 做超度 十分殊胜 因为它出来了 你不用勾招 有时我们去帮一些人 做祖先的这个超度 我们还要勾请 就是下请天 请地藏仆子 请那个什么 然后从地狱里把它给请出来 还要请这个 他还在那边办理请假手续 就像你看监狱里的病人一样 你不是监狱里的人 你不是随时可以进去干的 它是有规矩的 有管理的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